哎这样看来呀 这娘仨得的都是肺结核 也就是说呀 很不幸这纯慧皇贵妃 把自己的肺结核病 传染给了自己这一儿一女 您好 欢迎你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起探讨这清代后宫的故事 今天呀 咱们继续聊这个乾隆朝的后宫 那就是咱们聊哪位娘娘呢 今天呀 咱们接着昨天那话茬 继续聊这乾隆皇帝的 纯慧皇贵妃 这纯慧皇贵妃啊 苏家世 生前的时候啊 就住在这个东六宫的景人宫当中 乾隆叔呢 咱们简单的聊了一下 这纯慧皇贵妃的身世 咱们都知道啊 这纯慧皇贵妃在进宫以前呢 是纯粹的一名汉族女子 苏州人 他的爹呀 就是苏州的一个普通百姓 叫苏兆男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呀 这纯慧皇贵妃身上啊 最大的谜团 并不是这百年以后 轰逝了 没能买进乾隆皇帝的御灵当中 他身上最大的谜团啊 在我看来 是这苏家世 在雍正年是如何进的宫 是以如何行事进的宫 是三年一次的八级选秀 还是啊 这一年一次的内务府选秀 这两种选秀方式啊 都不适合这位苏家世 关于这一点啊 史书上没有过多的资料可查 我们呢 也不方便大胆的去假设去猜测 那这个谜团呀 咱们暂时也只能把他搁置在这了 在外人看来呀 这苏家世娘娘 在子嗣方面呢 算得上啊 比较顺序 是一位幸福的娘娘 因为呀 这苏家世呢 两儿一女 属于是儿女双全 并且啊 这三个孩子都长到了成年 实际情况啊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圆满 这三个孩子呀 身体都不是很好 活得最长的 乾隆皇帝的六儿子 智庄亲王永荣 也不过是四十几岁就红氏了 纯慧皇贵妃的长子三二个永章 以及他的掌上明珠和硕和家公主 那红氏的时候啊 就更年轻 这个永章呢 红氏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左右 这个和硕和家公主二十三岁就没了 三二个永章 还有这个和家公主 都应该是遗传了母亲的肺病 哎 年纪轻轻就没了 也就是说这鸟仨呀 都是死于肺部疾病 有一本书啊 叫清宫医院研究 这里边啊 就陆入了乾隆朝 纯慧皇贵妃的病情 说这个纯慧皇贵妃啊 咳嗽吐血痣 可知他呀 长期甘育耗血 匹肺两须 以致咳嗽吐血 喘息气短 还有一本书啊 叫清代宫廷社会史 这里边记载着 庄亲王允禄 以内务府大臣的身份 向着乾隆皇帝奏报 大活佛呀 张家糊涂刻图 哎 这是蒙古的一位活佛 他说呀 这个蒙古活佛送来了一部经书 这部经书啊 常年持练啊 对永章所患的肺病 相当有好处 并且呢 在这个和家公主病重的时候 两名太医啊 去给这和家公主诊病 在这个太医的卖案当中 谁这样记录的 他说这个公主啊 是匹肺大亏 中气不顾之症 哎 这样看来啊 这鸟仨得的都是肺结核 也就是说呀 很不幸这纯慧皇贵妃 把自己的肺结核病 传染给了自己这一儿一女 这书读到这儿啊 又解开了我心中 多年的一个疑惑 要说到这个话头啊 那还得从这乾隆十三年开始说起 乾隆十三年的年初 这乾隆皇帝的嫡后 傅察氏皇后啊 死在了东旬回栏的路上 那这接下来呢 没有别的 这整个大清国啊 都在上下忙一件事情 那就是举国呀 在给这皇后娘娘办国丧 这大个永皇呢 当然就是带着弟弟们 一起啊 为这嫡母迎丧 可是啊 在这期间啊 这乾隆皇帝就突然发现 大个永皇和这三个永章啊 对这个嫡母的死啊 并没有过多的哀悼之情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在震怒之下呀 就训斥了两位皇子 并且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呀 这两名皇子啊 在这礼法校道上有亏欠 所以说这大清国的皇位 是绝对不能传给这样的人的 那么这里边最大的谜团 就是这个大个永皇和仨个永章 他为什么不够悲痛 那有人就说了 又不是自己的亲恶娘末了 他感情上啊 绝对没有那么的深 所以说呢 这不够悲痛啊 也是有情可原的 默默的流点眼泪 甚至一丝就完了 这不行这个 这不是中国的礼法 中国人认为啊 人最难过的时候啊 就如丧考彼 所以说是怎么 这显示你最难过呢 就是像死了娘老子一样 痛哭哀嚎 这件事啊 我还真有亲身经历 我岳父家呀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 当年呀 我岳父过世 我呢就缺乏这方面的传统观念 虽然也很难过 只是默默的流泪 人家家呀 就派出一位老人 找到我跟我说 不行 这样默默的流眼泪 不行 在这儿啊 哀痛之情 必须用哀嚎来表达 这呀 才叫尽最后的孝道 咱们别说我了 咱们就说这两位皇子吧 他们后边啊 都有自己的智囊团 文呢 有师父 吴有安达 这些人呢 都是懂礼法的人 所以说呢 这第一种猜测呀 不太靠谱 这二位皇子啊 不会在这个 嫡母葬礼的时候 表现的不够哀痛 除非这里边啊 他另有原因 这大阿哥呀 不是今天咱们这段书 要讲的主要人物 但是呢 为了保持着故事的连贯性啊 咱们还得提一嘴 关于这大阿哥永皇啊 不够孝道的说法啊 有这么一种观点 说这个大阿哥永皇 在13年4月份的时候 这会儿啊 正是这大阿哥 为这嫡母迎丧期间 被这个乾隆皇帝发现啊 这大阿哥 竟然跑到这个南园 也就是海子 红围呀 自己去猎路了 这种说法啊 要让我分析起来呀 非常不靠谱 虽然这满洲人的先祖啊 是以渔猎为生 但是啊 他们心里深深的知道 在春季的时候 是不能狩猎的 有句俗话说的好吗 劝君莫打三春鸟 子在朝中 叛母归嘛 也就是说呀 在春天的时候啊 都是万物生长复苏时期 这动物也一样啊 正是怀孕 孕育下一代的时候 你若是伤了紫兽啊 这个猎物还很小 并不能满足你啊 这个过多的肉食需求 你若是伤了这个亲兽呢 那么呢 这还有这个紫兽 需要亲兽抚养 紫兽在朝中 自然也就恶毙了 所以说这春天啊 并不是狩猎的季节 这大阿哥 怎么能偏偏在四月份 正值春天的时候 去这个南辕海子宏围 去猎路呢 这一件事啊 就犯了两个忌讳 一呢是孝道 二啊 就是这自然的法则 所以说呀 我觉得这个说法啊 它是不贴谱的 那么这大阿哥 它是为什么会表现出 不够悲痛之情呢 我倒是觉得呀 这大阿哥呀 他作为皇长子 所负责的礼仪任务啊 非常的繁多 这痛哭啊 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 所以这大阿哥 他并不敢让自己垮掉 他认为在整个丧礼期间啊 他所负责的礼仪任务 更重要一些 为了不让自己呢 悲伤过度而倒下呀 所以说才表现的不够哀痛 谁想啊 这一下子正触了他爹 乾隆皇帝的眉头 所以呀 才得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这三阿哥永章 又是为什么呢 您别忘了 这三阿哥永章 他身上有病 他有肺结核病啊 您想啊 一个肺病病人 他能够过度的悲伤吗 他又没有力气哀嚎啊 这永章不够悲痛啊 那应该完全是遵从医嘱 谁想啊 这样也犯了这皇阿玛的忌讳 招了他的讨厌 这件事情啊 在我看来 这哥俩呀 就一个字 冤 哎 实在是冤 可是没办法呀 谁让自己的阿玛 他是皇上呢 死了敌后啊 当时伤心过度 已然有些半失心疯了 可说呢 这乾隆皇帝 这失心疯啊 他总不能总这样下去呀 哎 他也有好的时候 这永章永皇两兄弟呀 在最后弥留之际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 还是非常伤心的 这大个永皇啊 可以说是因为这件事情 遇而终 哎 没过多久啊 就空事了 可是永章呢 又活了十多年 哎 最后啊 就是死于肺结核 是病死的 和这件事情啊 没关系 说起来呀 这一儿一女呀 算得上是这 纯慧皇贵妃之商 可是呢 老天爷呀 他总是睁眼的 苏家世啊 这一生所有的福报 都体现在 这老儿子身上了 老儿子呀 就是爱心觉罗 永荣 虽然这永荣啊 年纪也不大 48岁的时候啊 就早遭的轰事了 可是这一生啊 很是出彩 轰事的时候啊 这爵位 已经锋制到了 亲王位上 您看啊 这幅画像啊 它是永荣 上了年纪以后的画像 哎 胖胖敦敦啊 还有学者如风 可是永荣年轻的时候啊 母样可不是这样 看起来呀 他有点凶 有这么一幅画啊 是重庆皇太后 八十圣寿图 这幅画上边 所画的呀 就是这永荣年轻时候的真容 您看了没有 凶巴巴的 不知道啊 还得以为这位皇子啊 是好武 不好文的 可是这永荣一生啊 能书善话 普遍认为这诗啊 做的比他爸爸强 并且这永荣啊 还是这四库全书的总裁 有人说不对吧 这四库全书的总裁 那不是纪小兰纪的学士吗 哎 您理解错了 这纪云呢 是总转官 这总裁官呢 就是这位皇六子 永荣 您要是再不明白呀 我给您打个比方 好比说呀 这四库全书 就是一部电视剧 哎 这永荣啊 就是第一个 跳出来的名字 领袖主演 那位明星 而这纪云的名字呀 就只能出现在 联合主演这一栏上 说起来 这永荣啊 年轻的时候 干的都是这 大清国的文化工程 您瞧啊 他是这四库全书的总裁官吧 他同时啊 还是这个御蝶管的总裁 这官的了不起呀 他管理着整个皇家的个人党案 并且呀 同时还监管着 钦天剑的事务 您可别以为啊 这钦天剑啊 就是这个皇家的算命馆 实际上不然 这古人呢 他讲究有事都问天象 所以说呢 这皇上家乃至朝廷啊 遇到什么大事 还得是靠钦天剑来拿主意 年纪再大一点啊 还负责过这个内务府的事务 得 这回呀 这皇上爸爸的钱 也归他管了 那有人说 这皇六子 是不是要让这皇帝 立为储君呢 哎 我倒不是这么看 通常啊 这管理文化事务的这个皇子啊 都不会被立为储君 您记不记得 这康熙朝的三阿哥印旨啊 忙活了一辈子文化产业 那古今图书集成啊 不比四股全书差 归齐啊 在爸爸死的时候啊 也只是个王爷 可是啊 这一点啊 咱们是能看得透 他有人看不透 谁看不透啊 哎 朝鲜人 在朝鲜人的史料当中啊 他笃定了 这皇六子 能够继承皇位 哎 有这本书啊 叫热和日记 这是朝鲜人写的 他说呀 这乾隆属义 在第五子 而前年夭折 金永荣专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乾隆皇帝 喜欢自己的五儿子 这五儿子是谁啊 五阿哥永齐啊 哎 就是那个小燕子的爷呢 可是啊 这永齐他早亡了 所以说乾隆皇帝 这会儿啊 是独爱这六儿子永荣 还有一本书啊 也是朝鲜人写的 叫成政院日记 这里边说的呀 那就更邪乎了 而第六子 淳贵妃 苏氏所生 治郡王永荣 旭方巨长 聪锐绝伦 旁通兴帝 为皇帝属役 民望所系 是一载六王 而金帆五台之行 玉玉内阁 诸子忠啊 义令 治郡王流经 世系坚国 可见 以众之意白浅 第八子 义君王永荣 纵欲拜礼 性行不良 搬僧之来 醉起六王 而永荣断 不许接见 一失败 也云是白起 咱们知道啊 这朝鲜人的 向来胳膊肘啊 是望离拐 绝不会是望外的 您知道 这永荣是谁吗 这永荣啊 是家贵妃的儿子 这家贵妃 可是有朝鲜血统的 这朝鲜使臣的书上啊 贬低永玄 抬高永荣 那就足以证明 这永荣啊 是绝对优秀 只可惜啊 这小黑胖子 皇子永荣啊 他再优秀啊 还是没熬过 那个长寿的爹 哎 乾隆皇帝 八旬圣寿 以前 这永荣啊 四十八岁 早早班班的呀 就轰式了 还是比较啊 让人惋惜的 就是咱这班啊 把这个 纯慧皇贵妃的孩子呀 都讲完了 明儿这段书啊 您得早班来一听 因为啊 咱们要接近 这纯慧皇贵妃啊 的藏仪之谜的核心了 我是啊 天津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要觉得咱们的频道啊 还有那点意思 希望您呢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多嘞 天不早了 您早歇着 咱们明儿见